我們上次講到一個 剛好借這個機會整理一下 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用Z好了 就是說我們在展平 對不起 我們在Multipase Fading Channel 我們有一個ClT的一個Fading的效應 當然我們要討論它的統計特性 有Delay Spread 有所謂的Double Spread Double Spread的一個延遲 然後我們知道 我們是在等效基頻考慮 這樣的一個系統 所以基本上它會是 1的Ji2πFtau等於CtauT 我們在給各位的參考題目裡面 有特別解釋這個射頻的 跟等效基頻的 Impulse Response 跟之前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的概念 我想一定要搞清楚 跟之前的是不一樣 對不起我寫錯了 利用這樣的設定 因為我們可以保證 我們的等效基頻一定是負數 所以你可以用二維的高斯 來描述它 所以這樣的一個系統 數學上也是對的 這是一個特別的體系 我們所看到的所有的錯誤率 其實概念都一樣 是去改變Alpha的Distribution 那最一般的狀況就是Rayleigh 但是它的效果 我們會發現經由平均錯誤率的計算 基本上都是原來的錯誤率 GivenAlpha之後乘上Alpha的Distribution 然後做積分 所有的錯誤率的概念都是這樣做的 那我們改變的就是Alpha的Distribution 如果是Rayleigh 那我們怎麼樣去改變它 我們發現積分之後效果非常的糟 也就是說我們會比一般的要求 可能會多25dB的要求 如果錯誤率在10的-4次方 我們會多了25dB的能量的要求 如果各位還記得整個的一個結果 而且這個還是在Alpha在接收端 可以完美的預測的前提之下 這個在10座上也幾乎很難達到 所以效果會更糟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什麼 Diversity 各位還記得就多送幾個copy 然後每個copy可能會有些時候會不錯 有些時候當然還是蠻糟的 所以以平均來講 我們可以把Alpha從Rayleigh 譬如說如果是很多L diversity的話 變成Nakagami 然後效果就會很好 那各位要記得的就是 它可以讓我們的效能圖 Y軸的話就是錯誤率 記得這是平均錯誤率 用平均的 這是平均的signal to node ratio 變成直線的斜率 從原來的-1變-2變-3 如果你L是1或2或3 那你記得整個這個概念 所以如果各位看到習題 我們看到就是說 整個的概念就是Alpha 可以是任意的distribution 和你的傳送管道概念都一樣 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diversity 這是整個我們在這一章要交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今天應該有機會 如果交的順利的話 我們會交展平通訊 我們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來交 因為我們就先將一個Multipath Fading的傳送管道先有一個想法 然後我們介紹diversity 接著進到斬平通訊 接著進到斬平通訊 Spray Spectrum 這是今天要交的一個脈絡 那斬平通訊跟這個系統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是看起來不一樣的 我們寫在這裡它是y等於x加z 所以我們在討論斬平通訊的時候 沒有討論Multipath Fading 那你說這兩個其實好像在技術上好像又很像 因為Spray Spectrum其實你簡單來看 它也是斬平通訊 它也是diversity 斬平通訊的意思其實我們將來會看到 它就是多送幾個copy 送很多很多的copy 它有spreading gain 那跟這邊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始先把前提講出來 斬平通訊要對付的一個狀況 雖然它沒有Multipath Fading 它這邊沒有α 我們只能考慮傳統的高斯雜訊 可是它要當初要針對的一個狀況是 Signal to Noise Ratio 非常的低 也許我的傳送能量是低於 我們會看到範例 可能是低於雜訊能量的50倍60倍 這是我雜訊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 我的訊號很可能就在這裡 我的訊號的能量比雜訊能量低很多 所以我們這邊跟這邊不一樣 那解決的方式都是diversity 其實diversity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 我們還是用diversity 雖然它沒有Multipath Fading 可是我們將來12章要討論的狀況是 我們的傳送訊號的能量 遠低於雜訊能量 雜訊可能是1瓦 可是我傳送的能量是0.01瓦 那你能不能送 那就是用diversity 用展平通訊來送 我們看到這個一個效果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展平通訊我們可以想像 它其實當然有很多應用的情境 譬如說我如果傳一個訊號到外太空 可能雜訊會非常的大 遠大於我的一個傳送能量 或是我們在實際上的商用運轉的體系 也就是第三代行動通訊 每一個人都用手機 那大家都要通訊 所以別人是我的雜訊 所以有60支手機 每支手機可能都要通訊 那每一支可能都送1瓦 所以有59個人在干擾我 所以我的傳送能量是1瓦 59個人干擾我 我怎麼樣送 所以我這時候面對的雜訊能量 其實是遠大於我的傳送能量 那所以第三代行動通訊 就是用展平通訊來解決 實際上商用運轉的問題 所以這邊兩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重點還是一個diversity 所以各位將來看到有些文獻 他會看這個圖 錯誤率對signal to note ratio 他說這個斜率 這個斜率他都把它稱之為diversity 就是我們去量這個斜率 把它稱為diversity 所以基本上從這個數學分析來的 因為10座上的一個圖斜率不會這麼漂亮 我們這邊畫的是-1-2-3 10座不是那麼漂亮 他可能是-1.2 就是而且是有點弧度的 不過基本上概念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就去看最後的 通常是看最後的這邊的幅度 因為前面會有一點圓 會 saturate 所以通常是看最後的一個斜率的幅度 如果這個斜率可能譬如說達到了1.9 所以我們就會結論說我幾乎達到了diversity是2 因為斜率量出來10座上可能會只有達到1.9 所以這整個的一個story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圖 我們看到這個summary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我們利用這種公式 也就是期望值的長期的一個效應的公式 那我們去做理論的分析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diversity 從斜率是-1到斜率是-2到斜率是-4 好 那這個效果就非常明顯了 那當然你所花費的代價就是你的系統複雜度會非常的高 因為如果是用space diversity就要四支天線 那它的距離還要夠大 那一般傳統的話就是要10倍的波長的寬度 那如果說是用time diversity的話 你就是要送四次 那如果是用frequency diversity的話 就是要用四個頻率 四個頻段 用四個頻段來送 然後這些方式我們總共討論了四種方式 不過這邊只有畫三種psk dpsk跟psk 那當然最好的就是psk 然後最差的是fsk 那中間大概是平行線插3dB 所以看到這個效果 那我們在看到這裡的時候 一般來講我們當然是希望在10到20signal to node ratio的狀況底下 我們的商用系統可以達到 譬如說錯誤率時的-5次方向的要求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L等於4大概是基本的選擇 譬如說我們就是定四支天線 或是我們定這個傳送四次 或是用四個頻段來做 那所以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在數學上我們知道嚴謹的數學已經完整的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用diversity L diversity 會造成你的新的alpha會是就 會是每個diversity alpha的平方核 每個alpha事實上是二維的高斯 二維的高斯的平方核 就是x1平方 x2平方 所以我們基本上只要懂原理 你馬上數學部分其實就可以自己再處理就好了 因為將來你記得的就是原理 我想可能過十年之後 你還在做通訊的時候 你記得的就是這個原理而已 數學部分一查書就有了 所以基本上它的原理就是 對不起這是y1平方 所以每個alpha是chi2 2 degree of freedom 所以alpha平方變成 chi2 2L degree of freedom 這樣就可以證明出來 那我們接著再用同樣的觀念來看更高維的 那因為它的數學相當的困難 那我們是要看結果 因為人家已經做完了 我們基本上也不用重做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 基本上這裡是改成去討論 emery的一個face signal 就是我們將來是用相位 如果8psk的話就是用8個角度來送訊息 那m就等於8 那這種情況 當然它要算錯誤率的一個困難點 就是你一定要把原來的二維的高斯 換成極坐標r theta坐標 然後你就要去看 因為r這時候沒有關係 所以你必須要把r的distribution積分基調得到f theta 它的數學的困難度在這裡 而f theta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它沒有close form 它沒有close form 它沒有辦法積分得到一個close form 所以造成我們在算它的錯誤率的時候很困難 那剛好就是有一些研究者 他們就發現雖然沒有close form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表示就是用微分 所以整個的詳細的推導 在這本書其實都有負 還有它的appendix C appendix C裡面 它有詳細的推導 它一開始就推導f theta的distribution 那事實上就是用一種高度 微分的方式來表示 所以它最後的錯誤率 也是用微分的方式來表示 就是把這個式子做l-1次的偏微分 然後偏微完了之後 代v等1 就是它的一個答案 那利用這樣的一個等式 我們就可以畫圖 主要它的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畫圖 然後這時候如果是你emery PSK 跟differential PSK 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運作 其實公式是類似的 那我們先代l等於1 你就會發現它也是一個 斜率是-1的線 只是它的一個常數不一樣 斜率是-1 所以diversity告成的效果都是斜率-1 因為它是r分之1 gamma分之1 gamma分之1取log scale 剛好是log-log scale是斜率-1的直線 另外一個我們觀察到就是 PSK跟dPSK剛好差3dB 非常明顯就差3dB 這個mu的形式也有一點不一樣 那藉由這個公式我們要探討什麼 就是說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結果 當然我們不需要去探究它的數學過程 這可能是你對於文方程要非常熟悉 但是我們用這個結果可以得到一個很有趣的一些現象 我們來看 就是說我們在這裡看的時候 基本上你看到斜率-1 這個從公式上也可以看得到 但你看有一點圓對不對 因為它不是一個很漂亮的直線 基本上在SNR大的時候它就會很接近-1 很接近-1 另外就是說differential 我們之前如果各位記得一個結果 我們說differential事實上並沒有比 Binary的differential PSK跟傳統的PSK只差1dB 效能在10的-5次方只差1dB 那我們是用那樣的一個說法來告訴各位 為什麼現在大家傾向用differential PSK 而不用傳統的PSK 因為這個PSK的效能它要達到那麼好 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我對相位的偵測是完全準確的 我接收端不會有同步問題 所以它是coherent receiver的前提之下 coherent receiver要達到這樣的效能其實很困難 而differential PSK它不需要去估計絕對相位 它事實上是前後兩個訊號 它們之間的差異叫做differential 這個在10座上其實是很容易達到 它的一個比較接近完美的效能 所以10座的達成度 differential PSK是高於PSK 所以我們在10座的損失上面 其實譬如說differential PSK 10座損失可能只有3dB 可是PSK10座損失可能到5dB 所以這樣子的話 differential的PSK就更好 所以這裡其實要展現的就是說 10座達成度其實是 這個margin其實是1dB 其實不是很大的 反而這個10座的挑戰度是高的 那qdPSK跟qPSK大概差2.3dB 基本上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可是當你在 當你在所謂的有fading的情況之下 emory PSK跟不是emory PSK就是差3dB 這裡就是告訴各位 基本上這是有fading跟沒有fading 還是有一點點差距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看到這個圖 當然這邊在畫的時候 我們要強調這是一個symbol array 是有點不公平 還記得我曾經講過 畫symbol array不見得是公平的比較 它的x軸是公平的比較 因為有經過normalization 可是y軸其實是不公平的比較 為什麼 y軸其實要畫的是bit array來畫圖 才合理 因為m比較大跟m比較小的時候 它的bit array會有點差距 所以當我們畫到bit array的時候 其實可能狀態不一樣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BPSK跟qPSK 畫bit array的時候是完全一樣 如果是同步 完美同步的receiver 可是symbol array會不一樣 所以這邊畫的其實是symbol array 那理由是什麼 因為bit array沒辦法有公式 所以不能用畫圖一定要模擬 那bit array在模擬的時候 還跟你labeling有關 如果你用grade mapping 或是你不是用grade mapping 你用natural mapping 001 1011 或是0001 1110 得到的bit array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一般來講 你就比較不要去畫bit array 是還要去討論你的labeling 所以基本上這邊畫的就是不同的m 不同的m 那我們得到類似的結果 就是l diversity越大的時候 斜率就會拉下來越好 所以一般來講大概是l大概要4 這是理論上的效能 理論上的效能 好那這裡的話 畫的應該就是bit array 那基本上是用grade coding 這邊就比較 這是模擬的 這個事實上並不是 好那我們接著討論m orthogonal signal 這邊一樣我們沒有推導 好那我們只是看結果 然後來討論看看這個結果 我們學習的怎麼樣去討論這些結果 然後看一些現象 這是non-coherent detection non-coherent的話 各位記得我是用接收值的絕對值 還記得嗎 如果是coherent是取十步 如果是non-coherent我就用取絕對值 然後取最大 取最大 所以non-coherent的好處是什麼 我不需要去估相位 我只要看它的絕對值 然後訊號是orthogonal 就像fsk 所以每一個訊號佔一個維度 那因為orthogonal 所以而且是用non-coherent 所以各位還記得 我的頻譜的距離是t分之一 而不是二t分之一 二t分之一是orthogonal且同步 所以這時候因為我的接收端 是用non-coherent detection 所以我的頻寬變得要更大 大兩倍 錯誤率基本上也可以推導 所以導出來大概是這個形式 那這公式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們說裡面有個β β就是多項式的展開的k階的係數 如果m等於1的時候 其實就這個就等於k階成分之一 比如m等於2 m等於大m等於2 小m只能等於1 所以這個公式就會回到之前的公式 基本上它的推導我們不看 但是我們看結果 因為有公式我們就可以畫圖 那這個圖非常有趣 因為它固定的東西不一樣 但我們之前在考慮diversity的時候 並沒有去探討說 看起來就是diversity越多越好 所以我們如果看圖的話 diversity如果是l等於1 斜率負1 diversity2斜率負2 diversity4斜率負4 所以看起來diversity越多 我天線越多 我送的copy越多 基本上我的效能應該越好 可是這樣的一個探討 似乎好像不是一個完整的考量 好 所以這邊換一個方式來考慮 我們來看diversity增加 但是我固定你動的power 也就是我固定你 譬如說你只能用1瓦 如果你用兩支天線 每支天線只能用0.5瓦 這樣合理吧 那如果你用四支天線 每支天線只能分配0.25瓦 反正總數一樣 所以你的total signal to noise ratio 變一個常數 那這個時候就會發現diversity就不是越多越好 因為當你diversity太多的時候 基本上你每一個天線分配的能量就變小 記得我們不是做展平 所以當你每一個diversity 它分配的能量太小的時候 它的效果就會變得很糟 所以它的錯誤率反而會上升 你看到這邊會上升 你的天線越多 你的頻段越多 或是你在tidal面送的copy越多 你反而讓你整個系統變差 那比較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說 基本上它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這個是觀察出來的 就是說你不管你的天線 你總能量多少 我們來看一個數字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是模擬出來的 當你的total signal to noise ratio 它基本上會等於L倍的 你一個個別的一個copy 或個別的chip 這個c基本上一般就是稱之為chip 每一個copy它的signal to noise ratio 乘以L倍 所以你就是說我一瓦分給四支天線 每支天線就是0.25瓦 非常合理 那我們假定說它是30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它最好的L在這裡 大約是10 你再多切得再細就不好了 所以這時候30除以10大約就是3 大約是4.ccdB 好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曲線 如果total你只有15 它最好的值你可以看到就幾乎在這裡 所以就是什麼就是5 所以15除以5的話大約還是3 這個時候它就發現 好像有一個最好的gamma c 也就是每一支天線 或是每一個時間的傳送 或者是每一個頻段 你在分配的時候大概就是你的訊號能量 要大於你的雜訊能量的3倍 如果是 Rayleigh fading 這是 Rayleigh fading 加L diversity 大概就是3倍 3倍大概就是4.77dB左右 那你永遠就會達到最好 所以就看你的總能量是多少 然後除以分配下來之後 你大概signal total rate ratio 在每一個copy大概就是要3 就是4.77dB 你就會達到最好的diversity效果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藉由那個公式來算 當然那個公式當然你可以 也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可是基本上看起來就比較難 所以我們從圖上來看 其實結果也非常明顯 下一個問題是 剛剛討論的是是帶M等於2 我就是 binary傳送的時候 我用L diversity 每一支天線就分配3 在M等於4的時候 我們做一模一樣的事 那剛剛那些曲線也可以照畫 因為那個曲線可以用M等於4來做 記得這是non-coherent transmission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結果竟然完全一樣 30的曲線最低點 曲線是比較高一點 可是它的最低點也是在L等於10 在γc等於15的時候 最低點也是在5 這時候好像跟M變得無關 最低點發生的時間永遠是對 好 那各位記得這個γc 最好的γc 其實會case by case不一樣 case by case不一樣 這裡講的是 orthogonal訊號 同時還有non-coherent receiver 那如果是其他狀況 可能還是會有不同的結論 不同的結論我指的是γc的最好值 大約會不一樣 可是都會有類似的曲線現象 就是接續有些人就會做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出來 那這個也很合理 就是我剛剛解釋要跟各位得到的一個觀念就是 不是copy越多越好 如果你的總資源是固定的 那麼你一定有個最好的分配 分配分配的一個數字 就分配10個人 分配5個人 就看你要怎麼樣去做 這件事情 那不同的狀況會有不同的結果 最後一個summary 他用公式把它畫出來 一樣如果沒有那個限制的話 你直接看那個圖看起來就是L 就是它的斜率 不管M是多少 那個L就是它的斜率 所以M248632 斜率都是-1-2跟-4 -4 所以基本上diversity比M增加 因為記得M增加的話是增加頻寬 我們是FSK 寬度是t分之1 對不對 如果M增加的話 它的需要的頻寬大約就是t分之1的M倍 所以你增加頻寬來換效能 其實換的不多 因為你從這邊再換到這裡 可是當你增加天線 增加傳送的copy 增加你的頻段的時候 它的改善是幅度就很大 所以其實像我們一些朋友 他們有在做一些在惡劣的環境 譬如說大賣場 在做一些中央控制系統的傳送 發現一直傳不好 然後我們就給他一個建議 diversity 他就做好了 所以就是增加copy 增加copy 就可以換得很好的效能 只要你增加兩次或三次 效果就會非常的好 作詞文字幕製作人員 作詞文字幕製作人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